新竹县警方在今天侦破了一起杀人案件 有四名越南籍的外劳为了一万块钱 竟然在上周五结伙拿刀把一名同乡的外劳给杀了 之后从容地离开现场逃往高雄 不过警方根据现报 短短72小时就把四个人逮捕 画面中可以看见凶贤 先在便利商店购买水果刀 随后四人一起来到被害人的住处 发现电梯中有监视摄影机 还刻意低头避开 杀人人后还从容离开现场 行凶动机 其实这些人在越南应该都是同乡 他们都是熟识 目前我们朝财务纠纷 这个赌债来侦办 死者是一名逃一外劳 欠了另外一名外劳一万元的赌债 因此对方才在上周五晚间 伙同其他三名外劳来逃债 没想到要钱不省反而闹出人命 而杀人的外劳中有两人也是逃一外劳 警方寄获献报后过滤监视器 连夜赶到高雄将他们逮捕归案 收集相关市政 在短短的七十二小时内 我们掩护高雄岗山 把这个市民逃逸的这个凶险 把他弃捕归案 四人头戴安全帽 沉默不语的被带往警局 原本一是来台打工赚钱 却为了区区一万元夺取一条人命 这下不但没有钱赚 还被易杀人罪嫌 移送法办 民事新闻叶欣凯 新竹报道 民事新闻叶欣凯